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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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如果出去我们可能会被hater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彼此在做马戏这件事情的一些经验啦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正在一个转变期 可能我们都不适合做一个定义他的人 了解 那钟轩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好啊 我是 大家好 我是钟轩 我的剧团的名称叫做佛卡夫尔摩沙马戏团 那我们是一个已经成军十年的台湾当代马戏团 那大部分的成员来自于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 那当然也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那我自己本身其实毕业于台北苏大学的舞蹈系 但是我到因为在过程当中认识了佛卡的团长 然后我们对于马戏的表演都有非常投机的想象 都有非常自同道合的想象 所以于是开始了我们的合作 那这十年当中其实我们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因为从前在这些杂技演员 他们其实已经常常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舞台上面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插花的角色 可能剧团的戏剧演出里面需要有一个 武功高强的什么人跑出来 然后后空翻一下 然后得到观众掌声之后他就跑进去了 但观众其实觉得他很厉害 但是不会记得他是谁 然后没有他自己的角色名称 就是一个效果 那也因为这样他们也常常 他们也常常做电影的替身 或者甚至当这种特技的老师 对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演出舞台 对然后所以他们才有这个团长自为才有这个志向 希望创立一个属于台湾杂技人 马戏人的自己的一个专业剧团 于是乎在十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剧团 对那时候刚开始当然就是一股热情 也没有自己的排练场也没有什么艺术走向 没有就是一股热情而已 大学生创社团嘛 很像这种感觉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从做制作 然后就大家丢钱出来做制作 然后赔钱没有考虑那么多 到后来慢慢认清 其实你要做这个东西就像是经营的品牌 然后你必须好好地做功课 你不是只是好像表现你的专长就结束了 你要有非常多的思考 非常多的整理 所以似乎我也慢慢帮他们去找寻 他们可以走的一些艺术走向 然后并且找寻一些适合配合的人 适合合作的人来进来 所以像前几年我们也开启了一些 跨界三部曲的计划 让他们跟戏剧的背景的导演 跟视觉艺术背景的导演 甚至跟舞蹈剧场的团队合作 然后慢慢的去发展出不同阶段的作品 而且我们跟每个艺术家合作的时候 都不是以完成作品为导向 我们都有阶段性工作坊到小品的呈现 甚至最后才呈现一个大的作品 然后这几个作品包含像是 2016年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一瞬之光 然后2019年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消失之导》 以及我们去年在云门剧场演出的《胎痕》 获得的成绩都还蛮不错的 全部都获得台新奖的提名 然后去年台恩还有甚至到最后的入围的阶段 对那当然这十年的阶段 我不希望它变成一个 好像《复活摩扎》定义成 你该长什么样子 反而是这十年在探索 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在马戏的身体跟养分里面 它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们其实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也不能定义说 倒行马戏就是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也是在摸索的当中 了解 但是像Volka的演出 有没有 大家比方说 比方说比较常看到你们演出 有的一些内容 因为马戏它本身 杂技马戏本身 就包含了两个大区块 一个是特技 一个是杂耍 对光这两个大区块 又有各自可能素食种不同的项目 然后再包含可能小丑 戏剧 音乐其实都算在马戏的范畴 表演范畴当中 哇那像很广耶 所以其实 我们真的很难去定义说 我们到底就做什么样类型的演出 哦 了解 讲直接一点 甚至连国家的对一文补助的项目里面 没有我们的选项 哇天哪好辛苦哦 这个超辛苦耶 所以很刚很 我们目前复合摩托三马戏团 唯一能申请的最靠近的 我们自己觉得最靠近的 其实是舞蹈类 哦 因为我们可能言语上面的使用没有那么多 肢体上面使用最多 所以我们没有放在戏剧类 我们放在舞蹈类 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属性 嗯 但是你没有得选 嗯 了解 哇那真的很艰辛耶 这一路 你如果去国外的艺术节 你就会看到 那个program list上面 circus明明就是超大一下 节目超多 对 但是台湾目前就是没有 哇 这也是台湾接下来要 好好努力的部分了 嗯 可能正在之前 就是 团队也少了 嗯 这方面艺术家 团队也不多 但现在这十年来 其实就像雨后春笋一般 超多 目前超多的 那我相信 文化部就也会慢慢的 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应该也会 嗯 可以帮助我们这些 嗯 类型的表演艺术工作者 了解 哇真的太厉害了 这样子可以乘个十年 居然还是不拿补助的状态下 真的太厉害了 那像开炫呢 就是开炫是一个人演出的吗 对 我是一个人表演的 哇 中萱真的太会讲了 我要讲什么 哈哈 轻松聊就好了 是是是 对 就是像你的演出 就是马戏的这个部分 是含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是 呃我的作品呢 它它是结合魔术 以及杂耍的肢体喜剧 哦 那么我的工作是叫 Mario Game Time 就是主要是一个 以玩游戏为核心的一个作品 就是希望观众 是可以实际参与 作品的演出 嗯 就会希望他们进入 进入一个心理学名字 叫心流的状态 就是希望他们是一个 很愉悦的 就是忘记时间的那种感觉 对 那我过去是 呃我学魔术杂耍是从 以前中央大学的社团 开始玩 哦 那么在毕业的时候 就想说 哇我学魔术杂耍 学了那么久 那今天如果要呃 就是因为要工作 那就放弃这个兴趣 就会很可惜 对 对那么就有一天 我就在信义区看到 街头艺人表演 就发现 诶这个街头 其实还不还蛮好的 因为它是很自由的地方 你可以自由的演你想要的东西 而且你可以自己创作 嗯 那想哦 那我何不就当个街头艺人 对啊 所以就毕业之后 欸我隔年我就考了台北街头艺 台北市街头艺人 嗯 那很幸运的就考到了 之后就是走上了这个街头 走上了马系这条路 嗯 了解 但是不是你本身有其他的正职工作啊 是呃我在中研院担任研究助理 那我们的工作是要就是是要观测 台湾各地的空气污染 嗯 哇那真的是差蛮多的 是 很有趣耶 是 那你觉得就是你做呃这样子的正职工作 就是研究助理 是 那做的工作内容 对你的马系的这个演出 有没有一些帮助啊 嗯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 有几次是要去那些 一般人很难去的地方 就好比说我们有 我们2013 2012年这两年我们去了越南 哦 我们在越南的一个小村落里面 嗯 做空气污染研究 我们当时是要研究的是 就是呃春天 因为在越南在泰国 可能会燃燒森林 哦 燃烧森林那个那些气体 或是空气污染 它是会飘到台湾的 哇 我们就是从越南泰国 以及呃路就是这个烟飘的这个 整个路径 整个路径 我们就是都有放观测站 哦 我们就要观测它的物理化学变化 嗯 那当时就在那一个小村落 就是呃 我有带自己的表演道具 嗯 我们想说我只是练习就好了 对 哎 没想到就是在练习过程中就被一些居民看到 哦 然后他们跟我说哦 这个这个下面这个三下一个公园 你可以表演 哦 那当时就是用我谨慎的那些道具做了一个演出 所以我我会觉得说哎 这个工作有点特别的是他让我去了一个我没想过我会去的地方 嗯 那也因为在那边我用仅有的东西创造出呃属于当地的表演 嗯 哇这个也蛮有趣的 是 那像刚才两位提到就是呃 呃马戏的内容这么的多啊 那像你们在筹办一个演出 是不是就是筹备期也非常的长 因为你还要有练习嘛 然后你还要先想那个节目的内容什么的 因为像我之前看Volka的演出影片啊 就是有时候也会有那种长达几十分钟的演出 就是很很长啊 嗯 那那个不管是体力还是你在筹划整个内容 应该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 对不对 嗯 我觉得我们跟开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呃每一个演员 几乎他们都是一个可以solo的演员 哦 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项的道具或是表演 嗯 所以呃他们在个人solo的表演上面可能长度 maybe拉在可能三到十分钟 不等的这种小品的作品的兼具 嗯 但是呃等变成他是剧团或是他在呃 他要发展一个属于个人品牌的时候 他你就需要把作品的规模放大 嗯 然后也把作品的深度做得更深 嗯 那在这个这个前提底下你就会知道 你不是只是在呃可能他们开始的心态都是很单纯 他很像在那很像他的玩具 哦 他在跟他的道具培养感情然后培养这个默契 然后慢慢的等他很会呃使用自如之后 他就要开始用这个道具来说故事 嗯 对所以变成一个作品 他就变成像是要再用道具来说这些故事 嗯 那只是看这个道具到底是什么 哦 还是是是一个从全新像开权可能是全新开发的道具 而不是对 传统我们常见的道具 对 那呃 变成这样的长篇作品之后 那当然其实你背后就需要更多的 不同的应该说团队来协助 比如说他也需要文字的宣传 他可能也需要拍照 他就变成像一个剧场作品 嗯 甚至像电影作品一样 他需要一个整个团队来运作 来让这个作品有办法 有更多的演出机会跟可能 他才会有他的后续 嗯 所以我们其实到最后也将是生产一个 生产一个产品 嗯 但那个作品的开头要怎么样开始 呃整合这一些内容啊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solo 然后也许有一些地方是大家要一起做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取决于 最主要的那个创作者 就像是那个导演 嗯 像开讯他可能是个人 所以他就是自己 来跟自己工作 自己决定这个内容 对那像我们 如果今天导演是我 跟团员们合作 那就是我来决定一个大方向 然后并且决定说 我今天希望哪些演员用哪些道具 或者是你们都不能用你们的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新的道具 嗯 对那当然就会有可能 我想要诉说 或是我想要关心的议题 嗯 比如说有些导演他可能天生 就是特别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对那他的作品都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那有些导演可能他就是关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呃这种亲情或是什么 那他的作品也都会有这样的温度 哦就是看他想要讲什么故事 是 嗯 那像开讯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演出 大概呃 呃这个秀需要筹备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啊 一个秀 哇 哈哈 这个问题好难 因为我目前有三个作品 对 那其实光第一个作品 呃 我这样就是不断的修正就已经修了快十年了 哇 天哪 那这个第一版跟到现在这个版本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哇 所以好难说到就是到可以演出是怎么样的一个 境界才才叫是可以演出 因为是修了十年之后才演出吗 还是中间断断去演出然后修改这样子 是边修边演 哦 街头有一个好处是其实街头是一个没有门槛的 表演艺术空间 嗯 就是你只要欸 你今天想要测试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是先准备一个小桥段 然后到街上实际去测试观众的反应 这样就可以 哦 残酷舞台 真的欸 对啊 跟两位介绍一下 因为我是创作歌手 然后我刚开始也是有去考那个街头艺人 哦 对然后我觉得街头真的很残酷欸 就是有没有人就是马上就看得出来 然后对唱歌这件事来说 就是大家也会比那个喇叭声音够不够力 对对对对 对啊 那像最近这个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对你们的工作还有作品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呃 如果以街头来讲真的从五月疫情爆发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表演了 嗯 因为真的街头我们是很需要近距离的 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 对 所以这个有被明令禁止 嗯 对不过有另外的取代就会是 因为今年有在做新的创作 所以还是有持续的在这方面做进步 就是跟导演合作说 今年的东西我可能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嗯 了解 FOCA这边 嗯 FOCA在这边也是近期 从五月的时候一爆发就全部演出 呃 应该说FOCA其实我们经营到现在十多年了 我们很多计划现在都已经非常有 呃制度 嗯 在进在规划 所以他其实在我们的形式上面 我们通常都已经谈到两年三年后的事情 哇 对但是 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半年期间的事情是全部被延宕 或是暂停取消等等 对那 后面的时间 后面的时间是有没有办法塞进来 其实你不知道 嗯 也有可能是一起被拖 那甚至 其实拖对我们来讲 也就是一种成本 因为你 对啊 往后站的你后面那个时间 原本可以做事情也不能做 嗯 对 所以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那 在这当中当然我们也启动了一些 我们的紧急措施 不管是 呃 呃 减薪的制度 或是甚至是借贷 嗯 然后 然后像我们现在最近也搬家了 也是希望降低整个的成本 嗯 对 嗯 但是我们还是很坚持就是 维持我们全职演员跟行政的这个制度 因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 呃 表演艺术生态 嗯 我希望 呃 每个演员们都可以很专心的 就是当好他表演者的工作 那行政们也是 嗯 所以 呃 我们到 呃 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真的去裁员 或是什么 嗯 对 嗯 近期 最近的一个演出大概就到上上礼拜吧 才终于有一个 嗯 新竹政府那边的活动 然后我们有去户外的演出 那因为他是户外空间 对 所以才有这个可能性 对 然后并且也做好那些距离啊 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啊 然后戴口罩啊等等的 嗯 反正现在一切你以前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都发生了啦 以前舞台上哪有可能戴口罩演出 真的 现在为了疫情也没办法 我们自己也原来也很怕啊 嗯 那他们也要做安全措施啊 也要去做PCR啊 然后 嗯 对那这个礼拜才是我们终于从五月之后 终于回归到剧场的第一次 回剧场的演出 在云门剧场 嗯 对那 呃 他们目前现在采取的是间隔座嘛 就是梅花座那一种 类似对但是 呃 所以很尴尬的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卖票 原本这演出是六月 对 然后就被延期到现在 那其实那时候六月演出的时候 票房就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嗯 结果但是那个是在正常座位的情况下 哇那现在怎么办 就还要退票 对 然后你又很不好意思这样我要退谁的票 对 所以就只能先从亲友下手 哇 然后 然后 嗯 嗯 演出上面当然也有很多新的规矩 就是可能 我们原本可以有台上台下互动的桥段 你现在也不可能安排 对 他就会觉得有风险 所以 回到一个变成好像 我们 一直很希望表演者跟观众近一点 但是现在反而好像又被迫拉得很远很远 然后我们在 生活上面也 就变成看不到我们的存在 嗯 嗯 就是表演艺术工作者努力了很久 希望让表演艺术进入每个人的生活 嗯 但是可能因为这次疫情 我就觉得又突然 把我们好几年的努力打破了这样 哇天哪 这听起来太可怜了 这好辛苦哦 天哪 因为我们又不能唱歌 对不对 哈哈哈 有道理 哈哈哈 哇 那真的听起来太辛苦了 是啊 但是我相信 有了 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在找寻一些制度和方法吧 嗯 嗯 这是到底怎么样让表演艺术回归到一个可以正常不影响生活的状态 来继续进行下去 嗯 所以现在歌场馆其实慢慢演出也恢复了 对 对对对 那当然座位的部分就是还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这对表演艺术团队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 在原本的座位书上面 你如果都卖光 你才有可能 赚钱嘛 对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就算卖光好像都是赔的 那我到底要不要赚 我到底要不要做 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考验大团队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超纠结 对 那像开炫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就比较有线上演出的机会 嗯 线上演出没有 应该是说 接下来 对今年年底 跟魏武营有合作一档节目 那么原本是现场演出 之后就会改成线上的方式 嗯 就是在今年的11月27 跟28两天 对 然后在早上11点到11点45分 45分钟的这一个节目 名称叫做 谈谈 谈谈 嗯 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 我就是把它念错 我念的淡淡 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淡 对想很久 要不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档节目 嗯 我去年在魏武营的演出叫做新手爸爸 那么这个故事是叙述就是一个新手爸爸 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去了很多地方 那到当他到魏武营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有一些神奇的事情会发生 那么爸爸要怎么样透过这些神奇的事情 然后带给观众惊奇 然后也带给他的小朋友惊奇 嗯 那去年演完之后自己发现有一个问题在于说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表演艺术出身的 我是念科学 我念大气科学之类的 嗯 就发现哇 自己在于角色营造上面是蛮弱的 蛮弱的 对所以今天今年就想说 嗯好 那我今年我何不就来找导演来帮我修作品 嗯 所以今年这个新的作品叫做谈谈 那就有找两位导演 一位是马戏导演 一位是小丑导演 然后还有再找一位 影像顾问来做我这次作品的帮手 嗯 就会希望透过这一次作品 可以找到这个新手爸爸的角色 对那这一次的作品是说 就是一个新手爸爸 他叫史瓦蒂 他是一个客家人 嗯 那这个客家人 就是这个爸爸呢 他是一位音乐大师 他做了一个长久的准备 因为他要 他要办一个付出的读奏会 哦 只是呢 哎 就是一切都认为准备就绪了 没想到在现场出了一个大包 哦 对 那么这个爸爸这个音乐家 他要怎么样透过他现在身上精油的东西 来度过这些难关呢 嗯 做这样子的演出 哇 其实这样听起来还是有点难想象耶 是是是是 就是如果要用线上的方式呈现 该怎么样克服那个互动的部分 对我 我会觉得线上互动真的是蛮困难的 那当时也跟导演讨论说 我们到底要走预录还是走直播呢 哦 对 那后来没有 后来没有选直播是因为 直播会有比较多状况 嗯 那我觉得既然是第一次线上演出 就我就 我就自己是比较保守的人 我想说嗯 那我们走一个 比较画面干净 那比较少 比较少可能会发生失误的一个 呃 一个条件下来做这次的创作 嗯 了解 所以算是第一次的线上创作 就献给魏武营了 是是是 谢谢魏武营 哇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耶 是 那福卡今年在魏武营的这个 这一档 这个是台语的名字对不对 嘿 也是人吗 对对对 对 呃 其实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年这个年度作品 的巡演季 嗯 巡演其中一站 就会到魏武营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 就是我们的首演 会在淡水的云门剧场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会到 宜兰 澎湖 然后到十一月底的时候 就会到魏武营的马戏平台去做演出 嗯 那马西洋呢 其实是我们团里面最资深的一位团员 也是现在的副团长 陈冠亭的第一篇的长篇马戏作品 哇 对然后呃 从他的名字来看 其实也很前一线 他就是想要让大家看看 一个马戏人 他私底下正常生活的状态下面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他在舞台上 跟在舞台前 跟在后台准备的时候 嗯 或是他平日在训练的时候 他又会是什么样貌 嗯 然后他在别人眼中 有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在你我的眼中 他又有什么样的想象空间 嗯 所以我觉得马香这个作品 呃 就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当代马戏的作品 因为他们就是在诉说 现在当今马戏演员所身处的一个状态 哦 对 因为很多人太多人都对马戏团这三个字 有非常重的错误的刻板印象 我们都现在我们去做校园讯会的演讲的时候 还是都会有人问我们说 欸 你们有四只老虎吗 就是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他文字上面的那个 真的 那个生殖的印象真的太重了 对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尝试更新大家这些讯息 嗯 那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来看看马戏人 嗯 马戏人 嗯 他里面就可以看到所有 呃 你可以看到的传统的马戏杂耍的表演道具 嗯 但是你又可以看到他们 在用不一样的方式跟他们玩耍 在使用他们 甚至融合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嗯 他们生活当中也无处不是马戏 嗯 他们连思考的方式 连 谈话的方式 然后连彼此互动的方式 其实都非常有马戏的精神在里面 嗯 那如果我觉得唯一要解释 那到底什么是那个马戏的精神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嗯 玩乐的精神 哦 冒险的精神 然后以及是一种挑战的精神 嗯 他们很 就像大部分的马戏杂耍演员 他们都在尝试着做着别人做不到的事 嗯 然后一件很困难 大家可能看了转头就会离开 就会放弃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对他们自己的挑战 嗯 而且他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再去找下一个任务去执行 嗯 所以你就可以像他们就很像一个 很爱冒险的人一样 就是我每天就是要去挑战我自己的极限 嗯 嗯 了解 刚才其实有讲到就是大家对马戏的刻板印象啊 我觉得第一件事要改变呢 就是要先改那个维基百科上面的说明 真的耶 晚上我就来设计 上面也是写受训过的动物 我想说 嗯 有点傻眼这样 对啊 因为真的没办法 因为早期如果说杂技 马戏 他在字面上意思真的就是这样 他曾经有一个阶段 也的确就是用动物来作为表演主题 对 对 但是现今已经不是这样了 早就有法律明文规定是不可以使用动物来作为表演 嗯 了解 马戏 这一档演出是在11月26 礼拜五晚上8点 还有11月27 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 所以看起来呢 大家如果喜欢马戏的话 诶 不管你喜不喜欢 从11月26一直到11月28 你可以直接住在魏武营 你就可以享有三天的马戏表演 非常的爽 对 那这一档演出马戏狼 他们是在戏剧院 戏剧院演出 对不对 没错 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啊 大家一定要赶快来玩一下 嗯 接下来这一题其实是想问两位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这样子聊啊 会感受到其实你们在 不管是筹备啊 像刚有聊到的 就是筹备的内容 或是练习的时候 好像 嗯 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就是一直在挑战一些很很困难的东西 对 或者是挑战身体的极限也好 所以是不是在练习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 嗯 有没有什么样让你很想黑特的状况 嗯 我想一下 好 嗯 我觉得最 对演员来讲 我常常听到演员在 可能在抱怨排新作品的时候的 那个心理状态都是在于说 你们没有给我时间练 我怎么可能 会成功 嗯 就是他跟 我觉得跟演员或是舞者 有点不太一样 或是歌手 嗯 就是 其实你通常都已经有你准备好的东西了 对 然后你是用不同的排列组合 嗯 放在不同的 位置空间上面 然后做一样的演出 对 但是对这些马线员他在创作新作品的时候 他常常是真的要重新练一个新的技术 嗯 那那个新的技术其实是非常需要花时间累积的 嗯 他们已经算是可以很快的累积那个东西了 对 但是我们往往都会一个不小心就会觉得好像 对你来讲应该很简单吧 哈哈哈哈 难度应该要更高吧 对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需要时间练 而且那个是各自各样的手感啊 脚感身体的感觉 要去练习 所以嗯 但是那个懂是在于你做了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的懂 嗯 嗯 那我们现在更希望能追求的是他能完成的一件事情是 让观众看完之后 除了懂 除了感觉到你的技术经验以外 可能甚至他会 共同连接到他一些生命经验 他可以有一些感动 嗯 但是这个就很需要不同的铺陈 对 或是设计 然后编排 嗯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在过程当中他可能做了很多很难的技术 嗯 但是却没有让他有机会得到掌声 哦 哦 了解 所以这个对演员来讲 他其实是心理状态需要去调试的 嗯 因为过去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可以得十分 为什么现在做了二十件事情 然后好像还得不到掌声 然后心里是有失落感的 对 对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这几年来后 我们团圆其实能体会这件事情 他们也知道 要做一个真正让人家留在心目中的表演 其实不容易 嗯 所以大家也慢慢的能去 体会这件 体谅这件事情 然后并且也尝试的琢磨更多的细节 嗯 嗯 对 然后去接受导演给的指令 然后慢慢的一起共同把这个好的作品完成 嗯 这感觉真的是整个团队要非常的有向心力 就大家要一起完成一个作品的这种 嗯 我觉得团队跟个人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大家的价值观 对于这个作品的价值观要相同 嗯 对 如果他们今天真的还是希望追求的是量化的表演 或是纯粹技术性的挑战 那可能他们就不一定会选择戴在佛卡 嗯 他们可能就会发展个人技巧 或是或是别的团队可能有这样的走向 嗯 对 嗯 我觉得佛卡目前大家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做出让人家感动的演出 嗯 了解 那像开炫呢 就是一个人表演有没有什么你很想hater的地方 一个人会不会很难做表演 嗯 一个人其实相对来说是容易的 因为我们减少了这个沟通成本 哦 对 但我觉得个人表演还是会回到一个空间跟时间的限制 嗯 就好比说我现在已经当爸爸了 因为我去年有一个可爱女儿她出生了 嗯 对就哇 我现在都要等她睡着 我才不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天哪 但是她睡着后 我又不能够发出太大的声音 对 所以在家练习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哇充满挑战 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困难是在于说 我必须要考虑到我的其他身份 就是我是爸爸 我是老公 所以今天当老婆下班回家的时候 我也要必须要打理一些家事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困难的地方 那又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的是 我有一份正职工作 所以我并不用考虑补助的问题 我必就是我呃就是完全的做我想做的 那只是完全说呃在没有补助的情况 其实也是很花钱的 像好比说哇我第一套作品 我就是光这样出国看 然后就是自己做道具什么的 我就花了两百多万吧 天哪太惊人了吧 是是是 因为就真的是很喜欢创作 但是所以就希望它变得更好 但又因为没有补助 所以就哇我必须要不断的用正职的工作的薪水 去补那个漏洞 对哇 是 这好惊人哦 都可以买房子了 可以都偷七款了 对啊偷七款了 是 哇塞 原来是这么的烧成本的一件事 是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去国外的艺术节看演出 那看完之后我都会想 嗯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跟这些表演者不一样 就发现哦我的强项可能是在道具研发上面 那道具研发基本上做十个有九 有九点九个都会失败 嗯 所以这真的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在这个上面 嗯 那像马戏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啊 比方说 呃地板是不是一定要很平的地方啊 或是什么的 会有这种限制吗 呃应该是说 呃传统马戏的表演里面 他们也是像我们想象的在帐篷啊 嗯 或是在舞台区 嗯 然后他那种就是平整的地板 但是其实 呃 比如说街头的 呃马戏工作者 他你在你就是必须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 嗯 像我们去参加马戏那种艺术节 或是街头艺术节 他其实 什么样的场合都有嗯 天桥下 然后那种河堤边 草地上 嗯 然后那种棧板地 木头的 然后碎石之路 就是各式各样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要事先做好沟通 场刊 去理解 呃我们 呃我们这个作品 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场地上面做演出 嗯 那如果真的不行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可以选择 其他空间或是我们换其他的作品 嗯 所以说有时候还是需要协调 有些作品是真的 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在那种空间演出 嗯 我们甚至还有在那种 放在水上的舞台 哇天哪 对啊 那如果他今天是需要一个 非常需要稳定度的那种平衡类的演出 他在那边根本就是 没办法 制造死路 不可能 好可怕 天哪 但是我觉得其实 马戏在这方面 他们的适应力 已经是真的很强的 嗯 比起其他人艺术工作者 嗯 了解 太炫有类似的经验吗 嗯 我比较是 我会持相反的思维是说 如果今天是在一个不平的场地 或者说有一些有障碍的场地 这个反而是好玩 哦 因为有一种表演形式叫做Walking Act 它就是边走边演出 嗯 那么国外现在有蛮多这样的表演 那么它的演出 这个作品呢 它就是会 呃带着观众到很多不同的空间 到很多不同的一些障碍那边 嗯 进行对呃 对该景物的创作 就好比说 今天我如果看到一棵树 我要怎么样跟树 以及跟观众做互动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玩 那这个也是我目前正在研究 要怎么样做到的 嗯 这个感觉是不是现场的那个 欸 也不能说现场 要怎么说 就是想法要很快吗 还是 反应吧 对对对 反应是不是要很快 一个是反应 然后一个是事前蛮严谨的规划 就是这两个要素都是必要的 嗯 了解 那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真的有失误的时候该怎么办 哦 其实 旧马戏尤其杂耍这个项目 来讲 它的失误是一直存在的 哦 你几乎不可能避免 嗯 因为它就是 你的道具会离手 对 那当它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 那当它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 它各式各样的因素 就会掺杂进来 导致于你失误 比如说 突然一阵风 或是 或是灯光 角落的灯光突然闪到你的眼睛 或者是 你刚好下一步的重心不稳 你没有办法在你预期的位置上 接到那个东西 嗯 所以常常说 失误一直是 应该说 很自然会存在于 马戏的表演当中 但是难治难治 你怎么处理那个失误 你怎么事先设定好 你的失误 反而是你的演出内容 哦 或者是 你 呃 增加一些效果 让那失误变得更有趣 哦 对 我觉得我们一直 我相信开券也是 我们已经从头到尾都在 还在面对这个事情 嗯 对对对 那像我们自己 如果讲到是环境上面的那种 外在因素的失误 我们自己在去年前 台北艺术节 做那个消失之道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漫游式的剧场 哦 那我们就是带着演员 然后带着四五十位观众 嗯 走在我们的设置 走在我们排练场附近的设置岛的 土地上面 嗯 然后带他们去到河堤 带他们去到巷弄 带他们去到工厂 带他们去到草地上 然后带他们去到 呃 那个高架桥下 嗯 嗯 那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就像开轩说的 我们需要非常严谨的设计 在这个时段 在这个路段 通常都会有什么人经过 你还要做出很多事情的调查 然后经过这些人 我们在做这项表演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在不打扰 他们的日常生活下面 我们一样进行这个演出 嗯 嗯 然后甚至有意无意的 让他形成我们表演当中的一个 一部分 嗯 嗯 对那这其实都需要做非常多的事情准备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观察 或是 嗯 这种数据啊 其实对我们这 叫做如果要做这一类的演出 反而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有什么真的有失误的经验吗 就是有救援成功的有没有 有啊 我们有一次最扯的就是 我们在走的那个路线上面 就 呃 原本练过好几次 然后也都看察过去 其实都没有事 对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 就突然来了一台货车 然后就卡在我们演出的那个位置上面 天啊 然后也找不到驾驶哦 他们其实我们都有预先人到下一站 先去UBI 确定不会有事这样 对 结果他就一瞬间 停喔 冷消失了 然后我们也就傻眼 哇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就事先就是 还跑到演员旁边 他们已经在演出了 对 跟还没有上场演员 下面有状况 然后可能要怎么样 然后 我们有 方案ABC 然后你觉得哪一个 你们觉得可以行 就是使用哪一个 对 就是那个当下其实 就是要快速的危机处理 因为你不可能暂停演出的 嗯 观众没有必要知道你的失误 也没有必要知道你的失误 也没有必要知道你遇到的状况 他对他来讲 那所有的东西 也就是演出的设计 其实后来我们后来想一想 当然他跟我们原本设定演出不一样 对 但是其实搞不好那一场会是最好的演出 嗯 了解 哇这个超有趣的 马上就是B计划就下去这样 直接救援成功 开选有发生过类似的吗 嗯 在街头 在马戏演出的时候 真的就是像中院所说的 会有非常多的意外 嗯 那尤其在 在街头的时候 我们跟观众距离很近嘛 对 所以你的失误 其实观众都看得很清楚 对啊 好 那我会觉得 失误或者是意外 它其实是一种礼物 嗯 它是 表演者呈现真实面貌的 一个礼物 嗯 因为我们会做很多的练习 这个这个练习 其实都都是要求完美 嗯 但是其实完完美这件事情 它不代表的是真实 嗯 对所以欸 今天有失误发生 其实也不也不错 那我们就好好的去看 当下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好 就是我们通 我们通常不会事先先想 我们要要怎么救 就是当下 只要维持住那个角色 处理问题就可以了 嗯 有没有发生过 比方说有小孩子 就是把你的道具拿走之类 是是是是有 我之前就会是说 啊 因为我的演出就是蛮 就是蛮 就是蛮for家庭的 对 所以小朋友有些看了就会很high 对 哇就遇到真的是有小朋友 他们会上台来踢道具 哇 哇 爸妈在哪里 我的天哪 就跟他一起踢 哈哈哈哈 然后呢 呃 他他他他真的三班两次哦 哇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是有点不高兴了 哈哈哈哈 可是我们又不可以对观众 对 其实可以 可是我的角色就是 是一个蛮和善的人 嗯 所以我的处理方法是说 OK好我今天就是 哎 请旁边的观众 一个大人观众 当我的我们类似 警察角色好了 哦 然后我就给他一根棍子 哈哈哈哈 如果他再上来 你就你就敲他之类的 这种这种意向的 对 这种去告诉他 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那个那个 那个就是当下才会想到的 嗯 了解 哇那听起来 不管是呃 在筹备马戏 还是实际上演出 真的还是有很多很有趣 很 很不经意的一些状况 是 对 那我们来聊聊推广好了 嗯 因为像开炫现在是 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 协会理事 我这个听起来很厉害 超长的 但是 推广马戏应该非常的不简单 嗯 我觉得我没有刻意在做 但会是说 我从2014年开始跑各国的艺术节 嗯 那我就把这样的 就是把去过之后的游历 我就把它画成图文 放在我的脸书的网志上面 嗯 那没想到就是 这么写了之后 就开始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去这些艺术节了 嗯 对啊 就好比说在好像2015年吧 我就去了日本金刚 他有一个活动叫做日本金刚街头艺人世界杯 哦 这个活动 他就会邀请全世界一百组非常厉害的表演者 到金刚这个城市做演出 嗯 那我就把这样的东西分享在我的脸书 哎 没想到15年只有我一个人去 可是16年就有50个台湾的表演者跟我一起去看这个 哇 发现OK 嗯 我觉得如果要讲推广的话 我觉得是把这些讯息公开分享给大家 嗯 了解 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一些活动 是 因为会觉得说你今天如果想要做一个很好的作品 你必须先打开眼界 知道有 哎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同的东西 嗯 你才有办法做出更更独特更属于自己的表演 嗯 了解 那来请教一下中萱好了 嗯 嗯 有十位团员都是属于正职的状态 那 其实大家对于街头艺人啊 或者是马戏的想象 可能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 哎 是不是很难成为正职的工作 不知道对Folka来说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规划 比方说我两年要做到怎么样 三年五年十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当然一开始真的也没有 就如同我刚刚讲 一开始就是一个热情 然后大家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想要做些事情 嗯 然后也没有讨论到 他要变成我们有月星制啊什么 事到后来 因为表演者其实跟运动员很像 他的黄金岁月就是那十年左右 哦 那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把握他这一段 最适合在舞台上的这个时光 嗯 所以我们才希望很有效率的运用时间 所以才开始也非常有计划的去规划 每一个作品 他被生成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嗯 所以他的时程才会说 比如说有工作坊 让大家 彼此感受一下 适不适合一起工作 然后才开始做到小的作品 做到大的作品 哦 然后 呃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收入也不是来自于政府补助 嗯 我们也是靠做商业活动的演出 接case 嗯 来赚取我们主要的收入 嗯 然后政府能扶持的部分可能定 最多比如说到我们的厂租啊 或是部分行政人员的人事开销 嗯 对 那 那这个需要非常大量的商业演出的的金额 才有可能去填补我们所有人的正值的薪水 嗯 那这个商业演出当然也就会占据相当多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要在这上面找到一个平衡 因为在商业演出上面 就是为了人家量身定做 嗯 你其实不是真的能够决定你自己要演些什么东西 嗯 比较像是我提供我有些什么样类型的演出 符合你们的商品的概念或精神 嗯 然后我们怎么样重新组合 搭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 大部分的上演出可能他就要很磅礴的嘛 嗯 很欢乐的 我懂就像开歌单一样 对 对对 所以 呃 你在做完这些之后 你要马上去转换身份 了解说好 那我们有这笔资金了 我们可不可以开始讨论我们自己想做什么东西 嗯 所以一直会要在这个当中去 懂得怎么切换自己的角色 嗯 对 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很理解 就是 就是分工合作 业务的人或是开发 呃作品的人 你们就是去担心这些事情 演员就是努力做好每一场演出 不管他是商业演出 还是剧场制作 嗯 你要懂得你现在在什么角色上面 要表现什么样的状态 是开心就要开心 是悲伤的 你也要知道怎么切换到悲伤 嗯 对 那 呃 在团队的部分 可能就是行政的人员 也要能够切换这样子的角色 因为在政府的表演里面 或是在商业演讲里面 他所做的那些 呃 和销啊 对 文件的来往啊 活动来往也都会不太一样 对啊 或是习惯也都会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就是慢慢的去抓到那个节奏 所以彼此就是好好的分工 做好彼此的工作 但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再有一个 呃 不用担心你下一个case在哪里的状态下面 嗯 你就可以专心的做你的表演 嗯 对 了解 哇 我觉得我今天聊完这集 真的是对于做马戏的人感到我非常的钦佩 对啊 因为我觉得呃 尤其是像刚才中轩讲的这个 就是说像我们也是会遇到 比方说你跑商演 你就是要唱大家想要听的嗨歌 对对对 但是你跟做自己的作品又是两回事 嗯 然后你赚进来的收入呢 其实你又有部分要拿来做作品 所以其实很硬 然后如果你还不拿补助的话 哇塞真的是完全无法想像 对啊 所以真的是很钦佩 就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真的只靠卖我们的作品就够了 真的 那就是要做出经典 那经典毕竟就是不容易完成的嘛 嗯 没有错 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啊 好 那呃 其实已经来到这个节目的尾声 我想也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11月26号 11月27号 分别有两场这个 马西郎这个是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团的演出 然后谈谈这个是开炫的演出 它在11月27号跟11月28号 早上的11点到11点45分 这个是线上的演出哦 大家不要跑去卫武营 哈哈哈 Folka的是现场 然后 对对对 没错没错 这两天就有非常丰富的马戏节目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最后要不要来跟我们小喊话一下 好 我觉得最主要我们这次要真的要感谢卫武营 因为卫武营一直以来 他们在创办的这个马戏平台的这个 这个表演平台上面 提供了很多表演机会 给台湾的马戏杂耍杂技的表演工作者 那他们也一直以来都很支持着大家 甚至不是仅至于在 邀请大家来演出 也甚至邀请大家来做工作坊 或是不同形式的活动 来共同让整个高雄地区的观众 或是南部地区的观众 一起来认识这一项表演艺术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花时间经营的 那很谢谢卫武营一直有这样的认知 那也希望全台湾其他的场馆 或是任何对表演艺术 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都可以来尝试看一下马戏的作品 因为其实马戏的包容性非常大 如果刚刚一开始说的 他有拥有的表演元素非常的多 所以相对来说他可观看的门槛 其实比较低 你可以用你不同的路径来切入 来看马戏的表演 我相信都是非常有感受的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 会有看不懂听不懂的问题会发生 你看表演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去 了解什么事情 重点是去藉由这个短短的表演的时间 你可以有机会去阅读别人的生命故事 搞不好他跟你有一样的生命经验 就像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风景 看日出看日落看海浪 我们不会去想要搞懂什么吧 对 就是一个感受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候 如果深的心情有空有情形 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参观马戏的表演 大家如果想要多多关注 跟这个马戏有关的一些内容 也可以到卫武营看看这个马戏平台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跟活动 开炫来喊话一下 都被中轩讲完了 我要讲什么 然后来协会理事来一下 你已经讲得很完整 对 我觉得卫武营真的是一个很照顾表演者的场馆 那以我自己为例的话 因为我通常 因为说我没有写过补助 但是我都会在网路上分享自己的一些 看表演的经验 或是我创作的经验 那好像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在2019年 他们就推荐我去 这个台湾跟韩国之间的一个马戏交换计划 对 就是我竟然是其中一位 因为也只有两位 就是我跟冠婷 就是马戏扬的创作者 对 为什么是我 那明明我就不是一个 这个专职出身的表演者 我明明就是一个科学人就人员 就是只是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然后我把我的经验分享在网路上 那竟然就找我去 那实际去了之后就发现 如果能够财务自由的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那个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快笑死 对 所以 就是我真的就有在想说 嗯 好 那我要不要就真的是 哇 这个被我老板听到怎么办 好 就我 我真的有在考虑退休这件事情 因为 就是有有算过说 好 我好像在几年之后 我就可以累到累积到一笔被动 就是有收入 那这个被动收入 它就可以提供我每个月怎么样怎么样的生活了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做我想做的创作人呢 对老师我就真的是很谢谢魏武营 她 她们对于表演者的很大力的支持 而且这个支持是没有给你限制的 她们让你很自由的去探索你想要找的答案 嗯 了解 哇这个好感人哦 我想大家在11月26到28这个区间 只要来收看这两档节目一定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 满满的小鲜肉 这听起来好诱人哦 喊话吗 真的很喊话 感谢两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黑特剧场 希望下次还可以有机会可以再聊聊天 谢谢Pia 谢谢两位 谢谢